5月8日晚,北京德云社成立15周年系列演出,同心同德,得意双心,在北京展老馆剧场举办开幕式。 当天下午,郭德纲指挥德云社众弟子进行最后的彩排。 晚上7点半,郭德纲率德云社全体成员集体登台,为观众演唱了开场小唱大西乡。 郭德纲社成立15周年系列演出,也正式拉开了序幕。 演出当晚,北京一直下着小雨,但是剧场内的钢丝却坐无虚席。 这些钢丝还不乏明星大腕,冯小刚,张国立,刘金山,姚迪,蔡明,潘长江,鲁玉,林一伦等明星大腕都赶来为德云社捧场助阵。 据悉,德云社成立10周年的时候,郭德纲曾邀请很多全中好友来和他说相声。 此次15周年的系列演出,郭德纲表示还会延续这个做法。 因为刘薇也是有偶像的,好多人都说偶像的,王燕翔也说偶像的,这么一块。 因为今天开幕式,他们也来不准备了,在接下来的系列演出中,可能会有这么一场跟明星一起合作的。 那一块来玩呗,来计划当初。 不知道,当晚到场的明星来宾对于和老郭一起同台说相声,他们会有怎样的看法呢? 对于和老郭真的没练过这个,所以他们喜欢,喜欢听,尤其是德光他们的相声,特别喜欢。 是因为我实在是富贵,他要是有时候他需要个暴露的什么的,我可能还可以。 这相方他两个董录都上台跟他一起说过相声,因为他们那是特别好玩,没有我看过,没有我看过,他适合你特别好玩。 但我怎么不行,我觉得我上台可能没他们听不懂。 而且我也有个小心愿,因为我以前也说过相声,特别想象他有一些。 这次没邀请您的一块,你还有一点吗? 这次没有,他跟我说话,我一会干扰我,我没记忆。 到家里是动的吗? 这个我得,我得医老卖老卖,我得,我这个郭德纲老教师,我得,我得挑。 说哪段啊? 说他不拿手,他有他不拿手。 那你哪有哪段啊? 我哪段都不拿手。 当天,郭德纲和于谦为首场演出准备了四个大活和多个反场小段。 郭德纲透露,到晚还要为大家表演自己的几个最新作品。 说四个,反餐小段也不算了。 新段有,今天有一个特别特别新段,叫单身男女,新段的。 现在今天还有什么叫论太平科词, 科普相的节目,从来没说过。 那这单身男女讲大概有什么东西? 单身男女就是恋爱的故事呗。 我觉得这很可乐,后台女女老是面团,女老是开心的。 说了新会儿的。